嗨!大家好!我是艾佳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今天呢看我穿的這一身衣服 都是肉 沒錯!今天要帶大家來吃很多肉 而且不只很多肉 它還有療癒小熊的湯底喔 就是讓你不只能吃到好吃的東西呢 眼睛還能看到可愛的事物又療癒 那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進去嗎? GO! 好了!我們現在東西已經全部上桌了 這次呢我點的是他們最新的 帝王活鮑魚海陸套餐 它的帝王呢是它的這個帝王蟹餃 然後它還有它的活鮑魚 然後還有就是滿滿的海鮮 而且我看它喔!好大的牛奶背 我好喜歡這個喔 然後還有牛角蟹 它已經幫你肢解好了 比較方便煮 然後因為海陸呢 所以它還附了兩盤肉盤 肉盤 當然因為呢我個人本身是一個肉控 所以我多點了一個肉塔 這肉塔很驚人耶 它有四層喔 然後因為肉塔呢它其實有豬牛羊 因為我本身不吃羊肉呢 所以我把它換成豬肉了 我們今天點的湯頭是四川麻辣跟奶香起司 我另外加點的 這是麻辣熊 然後還有牛奶熊 我們現在要讓它下去泡澡了 然後這個熊啊 要提早三天預約喔 很療癒 這很療癒 兩隻熊在泡澡 很像頭上蓋毛巾 它沒吃就被療癒了 不該 現在變得融化了 有點不該 現在湯已經煮滾了 我想要先試喝一下湯頭的原味 就是牛奶鍋 它好像喝濃湯的感覺喔 好好喔 它的辣是很濃郁的那種辣 就是你喝下去的時候很舒服 但是它辣是有後勁的 但是它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那我們先把菜盆就下下去 這是梅花豬 這是梅花豬 它蠻大一盤的 這是海陸套餐服的梅花豬 它的油化分布得很均勻 然後它的肉有點紮實 但是不會覺得很難咬 它的辣是那種辣度上會充滿你口腸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很刺 或是覺得很難嚇喉的那個感覺 好好吃喔 這麻湯我可以耶 因為我本身是吃小辣的人 所以這個辣度我覺得是OK 但如果你再吃辣一點的人呢 你也可以再調整它的辣度 這個是它的 培根牛 而且我現在啊 我都沒有蘸任何調味料喔 它這邊調味料是自助式的 就不用蘸就很好吃了 培根牛的油脂比較多 所以它入口比較軟嫩 這兩種口感蠻不一樣的 但我都蠻喜歡的 麻鍋裡面還有牛肚尾 然後還有鴨血跟豆腐 接著我們吃吃看牛奶鍋 其實它有建議啊 海鮮類或豬肉類可以建議用在牛奶鍋 然後牛肉養肉建議是麻辣鍋 但我覺得還是看個人的喜好啦 因為像我是兩邊都會用 我覺得高麗菜煮牛奶鍋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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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個奶菊白菜 我想要煮一下海鮮 先吃一下海鮮 先吃我們的帝王蟹餃 先來吃吃看有沒有入味 看亞鮮 它一咬啊 然後裡面就粉汁 廝王蟹餃 因為它很燙 然後燕膠其實已經很貼心的先化開來了 所以先讓它放涼 鵝鮑魚 鵝鮑魚好多顆喔 鵝鮑魚雖然不是很大顆 但它其實蠻厚實的 鵝鮑魚이스트 很好吃 看到嗎 滿滿的立文蟹絞肉 很鮮甜耶 很炸的 心結溜溜 真的耶 牛奶杯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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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我怕吃不好 還有白飯 附餐可以點 白飯 王子麵 冬粉 或烏龍麵 其實它很貼心的 它有附上薑絲 就是 有的人怕吃螃蟹會太寒 就是可以加一點薑絲 還有一整隻的小卷喔 它都下去好了嗎 這麵現在很擁擠 三倍 你們這三倍 撕毀鮮甜的喔 吃我最不擅長的螃蟹 這一咬肉都出來了 而且我剛才這樣心驚一擠啊 你有看到肉擠出來了嗎 有 這小卷你看 有七 有七耶 接下來是我們的肉擠 身為肉控的我 接下來是我們的肉擠 它這邊呢 有準備了這是 Pronji的雙醬牛 然後這是梅花豬 那因為我不吃羊呢 所以這邊是換成培根豬 那這邊也是梅花豬 我們就一層一層來解決 就是喜歡吃肉的人呢 哪一顆建議是可以點一下肉擠 它的肉切的是比較薄片的 所以它一下子燙一下就熟了 我覺得這肉擠 肉的份量還蠻多的 喜歡吃肉的人 必點 現在我們把火鍋全部KO了 接下來呢 要上非常療癒的甜點 其實它已經在桌上等你了 它應該已經在準備了 好 好 我們先清口吧 好 這裡呢 另外一個非常療癒的 就是它的小熊冰瓶 好可愛喔 它是依現場的口味為主 然後 這個是巧克力口味 然後這是草莓 這是芋頭 先來試試看它的口味 但是湯匙是否過小 哈哈哈哈 這要怎麼吃啊 外面好少 這個是甜頭 這間呢是推薦給大家 喜歡吃肉吃海鮮的人 它是一個很好聚餐的地方 然後它套餐選擇也非常的多 也有大龍蝦 帝王蟹 之類的 重點是呢 我覺得它除了很好吃之外 它很好拍 它那個小熊的湯頭 真的很療癒 但是 千萬要記得 就是如果要有那個小熊的湯底啊 要提早三天預約喔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 按訂閱還有開鈴鐺喔 然後記得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